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Web電腦三大平台 事實上這裡面還沒有包括Microbit的部分 就是Web電腦的部分 所以它是三大平台,如果加了一個就四個了 那它裡面呢提供了三大平台給大家用 其中前面兩個 這個是完全不用注射 你只要進到網站就可以用的 那模擬器就像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今天你如果我還不太熟悉 我就在上面直接練習 包括接線的部分它也可以 那第二個呢 你如果覺得有一段練習得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進到體驗板 體驗板就提供比模擬器在更多的元件讓你去用 那當然模擬器事實上也可以去操控到真實人 也可以操控到真實人 那麼最後呢在右手邊這裡有雲端平台 這裡需要註冊 可是呢它這裡提供的是最完整的資源 也就是說所有的這些元件在這邊都可以用的到 它全部都有 那體驗板呢就提供比較常用的而已 比較常用的 它比較新的可能都是會放在這個雲端平台這邊 那麼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部落格上其實我有寫一些文章 就是在介紹這個模擬器怎麼玩 所以你剛剛在我的那本書的那個專注網站裡面 也可以看到 那新書的後面也有一個張點專門介紹模擬器 好 那我們就麻煩大家你先把模擬器先打開囉 不管你在第19頁打開 或是20頁後面都有網尺喔 你就點下去打開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各位進到這個模擬器的畫面之後呢 你先找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個房子叫模擬器區域 就是這裡喔 你把它點一下打開 點一下打開之後呢 這樣還不夠 因為這樣還太小 所以通常呢 我就會在這裡 再把這個地方按一下 最大化 這樣你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那元件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跑出來了 好 你按元件它就打開會收起來 你今天要哪一個 按著拿出來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好 那我需要三個東西 一個開發板 一個LED 跟還需要一個麵包板 OK嗎 好 像這樣 那萬一如果你丟錯了 欸 我多丟了一個 你就按Delete 或這裡個叉叉就好 那畫面太小怎麼辦 混沌 有沒有 因為這些都是相亮的 所以放大縮小不是針 再來 用完了右手邊這個 記得 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好 就按一下 那你要把它拉過來 除了一個一個這樣拉斷以外 你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按畫素左鍵 按著 有沒有 就一起多動 好 就看你 好 就看你 那這個呢 不是直接插上去哦 哈哈 這樣不好 因為我們平常的也要接什麼 杜芳線 對不對 那麼 我先跟老師說明一下 你們看到這個LD燈 有沒有發現 他有一隻腳比較長 一隻腳比較短 嗯 有哦 跟針刺的是一樣的哦 你看 在這裡 有沒有一隻腳 一隻短 那我就要問一下老須囉 請問 哪一個是正極 哪一個是負極 請問哪一個是正極 哪一個是負極 好 這裡也可以當白板不是嗎 這裡是正極啊 這裡是負極啊 欸 桌子也是很好的拍板 哈哈哈哈 橡皮擦霧霧的 哦 什麼 這個橡皮擦怎麼這麼短 哈哈哈哈 好 所以一樣的哦 所以長腳是正極 所以呢 我們回到這邊來 你看 滑滑過來 有沒有會亮一下 欸 亮一下 那 在接線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麵包板 可以嗎 所以我先切過來 簡報這邊哦 麵包板麵包板 我在地基頁有 我看一下 我放在後面 哦 在這裡 29 30這裡 那我剛講麵包板就像我們延長線嘛 所以說呢 您待會兒就先擺橫的 好 先擺橫的 那橫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中間叫儲合和介哦 所以上面歸上面 下面歸下面 直的會通 所以如果你二條線接到這裡來 假設我這次接電源 那麼其他四個都是有電 這樣 OK 那橫的就不通了 橫的就不通了 這樣了解了齁 好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個 有沒有 它也是擺橫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你要先接那裡 接那裡 那我們的杜邦線呢 其實是可以有顏色的 你有沒有發現 你盒子裡面有杜邦線 嗯 我看一下我們家的 好 來 在這裡 我們家盒子裡面 有沒有很多顏色的杜邦線 有 那每一條其實都一樣啦 但是因為用不同顏色 我們比較多區隔 一般來說我們 正極的 通常會比較亮的顏色 那如果是複習的 就比較暗的顏色 所以呢 它也可以改顏色 所以你點到這裡 欸 這裡 我想要換顏色 就在這邊 有沒有 你就可以換 好 那你點到這邊 你也可以換別的顏色 這樣 OK 當然如果你很堅持 我一定要把它整理的很好看 你中間自己在 哈哈 折線自己在拉一下 也可以 這樣 OK嗎 這樣沒問題 那這邊是不是還要接線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樣接不好接 你也可以把它旋轉一下 每個元件都可以旋轉 還是你要轉多一點 看你 好 那我這邊呢 我就把它接在哪裡 這個正極的 我就拉拉拉拉拉 本來呢 應該是要接到電源 可是因為LED段其實滿省電的 所以它只要用腳位的這個電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用特別接到電源 你只要按著 我就這邊接到0 這樣 OK嗎 這條我就用跟它一樣的線 這樣顏色比較方便 好 這個我就接到 負級都已經接 GND 都已經接 GND 所以我就接到這邊來 這樣子就接好了 好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不OK 我可以拿過來這裡 把它搬過來 但是這條線這樣就太長了 我就把它刪掉吧 來 點到它 重新刪掉你就可以重接 這樣可以嗎 再稍微把它一起拉下來 這樣我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我就還給大家囉 請你先準備好你們家的元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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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